怎么了小宇 你好 你好 你说小宇早的呢 其实我也没有啥想说的 其实我这都等了几天晚上 我也就是 就是一直 因为前段时间 我评论了一个别人的一个 底下的一个评论 然后被全人骂了一顿 我就心情一直不爽的很 是啥样子 是我的老乡 在美国 然后再说了一下 就是他呆的地方 他说是农村 然后差不多20万美金 然后我就底下评论区 就说了一句说 20万美金真的很便宜 我就说妈呀 这20万美金干啥 就差不多100多万 那还便宜 就说了个这 让底下人帮我骂砸了 不是不是 什么东西20万美金 没听明白 房子 房子算20万美金 你说和100多万人民币 他说啥 然后底下就说 你为啥不转呢 你为啥要转呢 人家美国人转的 说美金 你非要那个啥 跟人家酱咋咋咋 然后说我学历低咋了 都 就跟汪汪给你一顿怼过 首先我这么跟你说 拿汇率差去兑换 确实 不论是你往高了比往低了低 我兑换汇率差确实是不应该 因为一个国家 一个国家的一个国情 对不对 美国这个地方 他有他这个消费概念 不该归不该 那咱不懂是不懂 对不对 你喝100多人民币也不算便宜 所以这个其实没啥好说的 明白吧 你不知道这东西 他们骂肯定是有他们过分的地方 很多人甚至有可能是 怎么说呢 觉得你不懂连汇率差 你都不知道 找着存在 他曾经可能也被骂过 因为他要将这个仇恨去转移 明白吧 就是属于就好像自己 自己现在是属于新进了 到这个班的爱欺负了 下一个新进到这个班的 也得欺负回去 有这个可能性在 这个不要去比 而且呢 你下回再碰见这种 什么20万美金的房子 你就直接给家门回 你在美国混一回 住这房 你还挺挺当的 你狗蛋不是你混的 你混的狗蛋不是 你上底特律 还有一块钱的房子呢 你都交地税就行 你这么跟他杠 明白 对吧 你狂狂磕的 你下回早有发这种 那是属于美粹吗 美国20万的房子 长什么样 长什么样 底特律有一块钱房 你去买去吧 狗蛋不是 一口热菜你吃不上 天天吃 冰茶 撒不胃 你就狂狂磕的 狂狂磕的 然后还有一个事 其实 我是干工程行业的 你说是 如果说是干工程行业 比如说是像咱 做技术类的 咱我有意见 就是说是如果说是我去美国的话 如果说是干这方面的话 有美国公司要不要咱就这方面 如果说 公正啊 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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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木工程 图木工程 那但是在国内咱不是有有意见的这一下从20万房到200万房的中间区别可挺大啊 会一样哈 啊可不一样老大了 啊明白明白明白 啊这区这个这个区别挺大的如果你要是按 engineer这个地方你要说到这能看考下来啊叫 construction engineer工 结构工程师或者是图木工程的工程师 你看过越狱吗 没看过 就是那个person break啊 大卫和他哥就是那个越狱那美剧 哦我我看了一点一点点因为我那个时候我不是很喜欢michael就是就是图木工程师 哦嗯嗯你知道吧嗯他就是那个水平michael就是图木工程师你你想想你那个生活是不是 嗯你要是这个级别你挺狠关键是你英文怎么样 我英文没问题我觉得我英文没问题没问题来重考一个吧 I can I can speak English no problem of course I can speak English oh my fucking god you're going to be so pretty 哦 baby 哈哈哈 挺好我会一点点用语但是就是关键工程行业我我考这个证我怕那啥的很关键证 然后再加上管理有点点卷啊有点点卷所以我我不知道该该不该去国外 所以我就也也在考这个问题 这个东西算是高级高你这个东西就是你这个职业就是如果真在国外拿下来个叫结构工程师或者是图木工程师这种的 挺挺屌正经挺屌 明白明白啊你点个头就讲话用你那个考下来那个证人家画个图这个图行不行啊画这个图你就看就行了你看完就行啪拿你的张一扣就算你画的 这都在大几千刀这都在大几千刀就给你了 你检查便作业他们没证 哇你扣个账你就大几千刀 因为我我我考我我考一期建造是说上人家说的那个国外的那个就个非地克工程师跟跟咱的国内还不一样 嗯这是有点有点区别这边这边相对来讲比较没比较简单比较简单没那么完善 明白明白 嗯 你这种这种行 结婚了吗 成家了吗 结了 结离了 离了 过来重新和大羊妈媳妇 能长老好了 离了不要了 那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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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媳妇好看 那有娃呢吗 有娃呢 哎 行了 那就不带你自己品吧 挺好 他不能盖帐 行行行 好 不是 他不是盖帐 他是等于用证 用自己的证 这边的设计师也好啊 那个结构工程师也罢 他们他们有一个自己编号 执照号打的那个 就打到他那个整张图纸最底下那个 最底下那个落款那个位置 等于是他画的 或者是他他参与他来担保的东西等于是